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優先玩C.O.C 熱血煞鹿 今天跟大家搶先玩一玩 遊戲中有四大職業 第一個跟大家介紹的是領主 領主方面 轉職會有領主騎士和元素騎士 職業的特色是用基礎的魔法 以及可以透過訓練使用不同的裝備 接著到刺客 刺客方面的轉職會有偵察兵和潛行者 這個職業的特色是用特殊短劍或耳刀流的裝備 接著是騎士 可以轉職為國鬥士或十字軍 職業的特色是攻防非常擅長 亦可以透過鍛鍊使用大部份的武器 如果你喜歡玩坦克的話 這角色一定要玩 最後的角色是巫師 巫師可以轉職高階巫師或術士 這個職業的特性是 可以用強力的魔法 去做出巨大的輸出 如果大家想玩輸出的話 這角色絕對適合你 簡單跟大家說說這遊戲的重點是玩什麼 其實遊戲會在3D的大世界中 我們可以到處打 打怪、做任務 或者跟NPC互動一下也可以 當然有時候我們的任務 需要打怪才能完成 在這個大地圖上 我們可以到處打任務的怪 來提升等級 另外我們的角色是自由加點 大家可以看到 我可以隨時切換屬性 按一下重置 然後我們可以選擇玩什麼流派 對 例如我加爆體質 我們的血量就會有很多 如果我想打怪 打得比較痛 我們換回加力量 我們的攻擊力就會比較強 打怪就會更容易打死它 還有我們轉職之後 也可以隨意轉換另一個職 這個不用擔心 說我的轉職究竟要玩哪個好 因為遊戲自由任你切換 那就不用擔心鎖死你玩哪個轉職 老實說 很多遊戲都鎖了我們的轉職 有時候想玩多一點變化 或者玩不同的玩法都不行 這遊戲就自由很多了 地圖這麼大 當然我們需要大地圖 遊戲也有 我們按一下大地圖 就可以去到目的地了 我們還可以自己合成裝備 製作一些裝備出來 亦可以透過打一些魔物 去掉一些鑽石和裝備給我們使用 遊戲的調補率其實相當高 當然不少充裝 我們打出這麼多裝備 對嗎 充裝也是非常方便 按一下就可以連續充裝 這件裝備就會越來越厲害了 遊戲的特色是玩家之間都可以互相交易 當然如果你找不到玩家交易的時候 亦可以透過交易所去買一些裝備 或者出售一些裝備 我們玩遊戲要開心 遊戲當然要佛心 我們港澳台的福利 會有免費777抽 以及限定的寵物皮丘 我在官方頁面還看到 第一期有賣卡3000點 然後AirPods Pro 還有PS5 還有iPhone 15 Pro Max 以及Yamaha重型電單車 如果大家想預約這遊戲的話 很簡單 我們在說明欄放了連結 大家可以去看看吧 遊戲玩法又怎知道這麼少呢 當然還有一些飾物系統 我們也可以透過強化 增強戰鬥力 當然還有符文系統 以及裝備系統 裝備系統也是 我們可以透過強化我們的裝備 去提升我們的戰鬥力 亦可以去打一些更強的Boss 還有這個附魔系統 可以令我們的裝備更上一層樓 遊戲還有變身系統 我們可以透過獲得新的變身 而變不同的角色 去增加我們的戰鬥力 4種職業一共有36種變身 在變身的靈魂系統方面 我們亦可以上一些變身 當我們育成更強的變身 我們再上入這個靈魂系統 就可以幫助我們增加更多戰鬥力 亦可以看看進化這個系統 我們抽出來的變身 沒有一個是沒用的 即是多了出來後 我們亦可以進化 令我們的變身更強 正所謂有抽彈的地方 就一定有魔人 好 我們先抽一抽 來個十連抽 OK 暫時未抽到一個漂亮的變身 然後再來十抽 會如何呢 來啦 唷 立即有個紅色 看看是誰的變身 這個四星的變身適合用了 遊戲除了變身系統 還有寵物系統 亦來抽一抽寵物系統的寵物 會有什麼不同呢 好 先看看 OK 抽到第二十抽 便會看到一隻四星的寵物 寵物系統亦是 可以幫助我們增強能力 亦有些技能去幫助我們的主角 我們養好我們的變身 以及寵物 大大加強了主角的能力 以及變化 遊戲當然有副本系統 我們亦可以約朋友 組隊一起去地下迷宮 又或者腐敗神殿 混沌角度等等 這些副本玩法 去打贏最後BOSS 就可以獲得更多的裝備 以及升級的物品 所以大家在開服的時候 可以約一群朋友 一起去攻陷這些副本玩法 《無限之塔》這個玩法 亦相當重要 我們放一段時間 進來就可以獲得經驗值 另外 深淵探索這個玩法 我們需要用到寵物 當寵物進入探索的時候 一段時間就可以獲得這些獎勵 《無限之塔》 我們要透過打每層的BOSS 贏了之後 我們每段時間拿的經驗值都會加上去 大家在開服的時候 千萬不要錯過 除了這兩個塔外 還會有一個證明之塔給大家玩 遊戲只有副本很悶 野外也可以選擇PVP 跟其他玩家對戰 也會有角鬥場 我們可以玩1對1 還有競技場3對3 最後英雄戰場可以5對5 最後大家打打下怪的時候要小心 因為我們會遇到野外BOSS 他的攻擊力非常強 我想要阻礙一群兄弟才夠他打 這個遊戲的福利是非常強的 打這個世界BOSS 聽說有十萬鑽石 最高可以掉落一千萬鑽石包 跟工會成員一起分 正所謂兄弟同心 跟奇力斷金 遊戲的玩法非常多 我們留待下次再跟大家說更多的遊戲資訊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支影片 其實拜託 在這邊 你們下支影片 你們下支影片 公的工作 我們下支影片 就能 downtime 我們下支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